超飽 什麼車禍讓前面的乘客 都拿起手機來拍 仔細一看 瑪莎拉蒂 寶石捷 前面還有另外一輛 瑪莎拉蒂跟藍寶堅尼 一場車禍像在看車展 中午12點左右 國道3號南下福德隧道 傳出連環車禍 車輛拖回木柵分隊 全都變了樣 引擎音浪一吹 聲音好像怪怪的 單價700萬以上的瑪莎拉蒂 水箱護罩破裂 而要價500萬以上的 寶石捷911 保險桿也凹陷 不過最無辜的 是這輛喜美跟小黃 裡面的乘客提到被追撞 還是心有餘悸 只知道蹦而死 後面就被撞頭 我弄得嚇了一跳 不好意思 道了歉 趕緊做筆錄 這起連環車禍 其實是兩起追撞事故 保時捷先追撞計程車 之後馬沙拉蒂又追撞喜美 行車沒有保持足夠的煞車距離 碰壞超跑保桿 撞壞前車事小 要是有人受傷 那可就不是賠錢 就能解決了 記得周天杰 陳志根台北報導